非常专业的语言跟各位做报告 这个报告是台北市府的捷运局 公务局 都发局 共同制作出来的 跟各位说几个数字 一般建筑物 盐盘是安全的 这个地方的盐盘是负25公尺 可是台北市府做了一个 我认为全台湾没有做过的事情 要证明这个开发案的安全性 我们钻到负100公尺 那是33层楼 各位 这里下有两盘 外面还有七盘 那我们的祭司也会跟各位解说 我其实没有看过地底下100公尺的土壤 长什么样子 这是一事负责 第一个 第二个市府 11月11号去年说 先钻探四个月以后做完报告了 市府的结案的审查会议的主席 是国家地震中心的前主任 台大土木系教授蔡克全蔡教授 他是主席 整个看完之后 他认为这个地方是可以开发的 但是我问他说是有谁适合来在做说明的时候 可以用公正的角色来说明 坐在我左边这位王教授 王潜盈王教授是台湾地震中心的主任 台湾地震中心的主任 隶属国家的中研院 位阶高于国家地震中心 那王教授 在江湖上我听过他的名字太多次了 我亲自打电话的时候我没有见过王教授 王教授一分钟之内就答应 他愿意出来说明 那左手边江世雄 江济师也是蔡克全老师 认为要有一个开业结构技师来说明 那江世雄江济师 他是前结构技师工会的理事长 这个就是市府以市公正 必须除了市府自己的捷运局 公务局都发局的专业说明之外 我们需要有学者专家来协同说明 那接下来我把那个麦克风交给王潜盈王老师 谢谢 OK 我需要一些投影片 OK 市长还有这个议员 先生女士还有各位乡亲 今天很荣幸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台北的地址 因为难得有机会跟乡亲们 来了解一下我们整个台北这个情形 虽然我们重点是台北断层 但是我们今天要稍微了管一点 下一张 这张图呢 秀师台北很重要的三条断层 这一条就是所谓的台北断层 各位关心的 这一条就是砍角断层 它有什么特征 这就是研灾大饭店 这条断层一推 研灾大饭店 那高地就起来了 其中最值得担心的实际上是这一条 叫做山脚断层 所以这三个断层跟台北盆地的形成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各位看这整个地形 这里是一个历史台地 就是灵火台地 这边是一个火山 大灯火山 这边就是西部三代 台北是夹在这些山或者是台地的里面 这叫做盆地 就是掉下去的东西 下一张 这一张图跟各位用卡通的方式介绍 所谓台北盆地的形成 看看这几条断层是什么来的 如果没有断层的话 当然台北就不会形成 因为断层就是一个逆断层 它冲上来把地抬起来 当然它有台湾这个岛 然后它有台北这个地斑 所以第一张图我们按一下 这张图 所以这整个故事从250万年前开始 实际上这个断层形成在200多万年前 这是第四季的时候了 这时候整个逆断层在台湾西部这个地方开始花溢 很多很多逆断层 把这一个地抬起来 再按一下 看第二张图 到200万年前的时候 大灯火山开始喷发 所以大灯火山最早碰发是在200万年前 这时候因为它整个地高起来了 这时候我们的所谓的海星殿溪 从山上下来以后就直接冲到海里面 从哪里冲出去 林口这个地方 所以林口是一个立志台地 但是山上带下来的石头堆积在河口的附近 叫做山脚桌冲击山 这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 好 我们再按下面一张 40万年前 所以整个台北盆地的行程 就是这个40万年的这个Event 什么Event 山脚断层 陷落 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 就把林口台地就留在那里 就是现在林口台地的来源 所以从林口台地上面去追 它河流的 这历史的排列方向 都只是从新电溪这样一路冲下来 所以在40万年前的时候 台北盆地就掉下去了 这个新电溪被一挡 只好沿着这个山边开始往外面移入 这就是所谓的淡水河的这个方向 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火山一直在爆花 包括观音山还有我们的大东火山 我们再看这一张 在30万年前的时候 这个带下非常多的历史 这历史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造山运动比较万圣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在台北盆地最下面的地方 沉积一个很厚的历史层在下面 再看这一张 这个就有意思了 在20万年前的时候很有意思 我们的大灯火山大爆花 在20万年前的时候 把这一个现在的淡水河口把它堵住了 所以台北盆地有一段时间是弯羊一片 20万年前 你有什么证据 因为一堵起来的时候 这个弧相沉积 这些泥的部分就会沉积下来 我们告诉一个稿钻泥沉 大概在20万年前这一个问题 这我们都定年资料都已经出来了 我们再看这一张 到300万年前 我们的新建西历后来就被大安西席夺了 变成淡水河出砍 所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最担心的一条断层 应该是这一条所谓的三角断层 这些老的断层 不管台北断层或砍角断层 都是在200多万年前它就已经作用起来 然后它就过去了 OK它就不会再动了 下一张 我们从台北盆地的样子 我们在这里切一个剖面 这个就是所谓的三角断层 所以这边就是领口台地 然后我们再管这个新一计划 是在这个附近 切一个剖面来看 这边是比较浅 然后往这边就开始加深 尤其过了砍角断层 就连三大换店突出这个台地以外 马上就变得很深 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简单 因为这一个三角断层 不断的在动 不断的往下掉 掉它就移基在掉 它就移基在掉 所以最深的地方 通通发生在现在五湖一红旗 这个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切得是比较危险的 好 所以我们对于这整个台北本地的行程 回来了解我们这一条台北断层 就很清楚了 下一张 好 那除了传景以外 我们在地球科学研究工作上面 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像这种方法呢 它就是在地表上面 用仪器 跟底下拍一张相片 就好像我们人类在照S冠一样 然后科士长最知道 S冠是很重要 一看内部长座这样子就知道了 那我们从这个方法一照呢 我们在砍角断层的旁边 照了几张相片 果然这下面是乱七八糟的 因为这就是断层所在 包括这就是在所谓的 泰山收贵站 好在那里不是收贵站 也是我经过泰山收贵要开快一点 因为那里就是所谓三角断层进入的地方 下一张 好那我们回到台北断层 台北断层从这边进来 当然经过管石 这我们很早就知道它是经过这里的 再来呢 靠近台北101 好家在啊 闪过去 往南边闪一点 再从这边闪过来 再从出来这个地方是哪里 台大 台大的哪里 新的校门口 然后切切到这个这叶湖 这整个呢 都过去 然后再往下切切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大建筑 叫做台电大楼 台电大楼是台北第一栋最高的大楼 他们在台电的时候就差点有点知道 台北断层是在它的影响范围里面 这么高一个大楼在这么早时候建的时候 竟然可以建得起来 而且到现在也是三十十年了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实际上断层不可 你要知道它在哪里 所有的工程技术都可以把它克服 下一张 好 这是我们真正有证据 这个101在这边管子在这里 我们有几条侧线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经过它 确实是看到有这个断层的痕迹 这里还有地层比较完整的 在这里就整个破碎掉 但这个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上面盖着这些冲击层 冲击层就是刚才罗科长有解释的 这些所谓的松山层里面的这个地层 里面这些沙尼层都在这个上面 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二三十万年才盖在这个上面的东西 那因为它是一个断层 但是它动都不动 为什么你可以证明这上面盖的东西都很完整 都没有破碎掉 代表说二三十万年前以来很多东西盖在它上面都没有受到咬动 代表这个断层已经不动了 下一张 所以我们说台北断层被禁地表这些二三十万年前来堆积的这些松西层所覆盖的 它动都没有动过 如果动的话上面地层就会跟着错动 所以它不是活动断层 在台湾断层一点都不可怕 我们一天到晚在跑野外断层多得像什么一样 而且我们很多地方还有需要这个断层 像我在做地热调查 因为断层的这个热材料也有断层上来 断层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东西 因为在照山运动里面本来就是会有这些大地在运动 当然会有一些断层折坐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再从公正眼观来看 就是说断层没有关系 最好一定不能是活动断层 活动断层就麻烦了 台北断层不是活动断层 三角断层很有可能是 那我们最近很多研究都集中到三角断层去 所以从管石这个地点来看的话 它是跟活动断层是没有关系的 它底下是一个老的断层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工程顾问公司在这里赚了这么多的仅 做了这么严密的一个地质调查 这确实是很罕见 代表是乎是很有魄力的 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它是在我们预测的断层位置上面 但是你就知道它在哪里 它的只要的破碎带 这个昆布在哪里都知道 那么我们工程问题基本上都可以来客户 尤其很好的就是说这里的基盘不深 这里的基盘只有二十几公尺 相当不错 你要进到台北施器里面 那就更深那就更麻烦 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断层 切过台北101附近 台北101都建得起来 所以我们这里当然不可能比台北101还高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而且你知道在哪里整个设计这方面 都可以来加以配合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好 我的双鸣就到这里 谢谢